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屠龍小隊成員等人企圖殺警案 七個被告分別判囚五年十個月至二十三年十個月 七名被告有六人性影控罪 一人經過審訊之後被定罪 下午就由籌車押送去到高等法院 今次是手中引用反恐條例檢控的案件 法官將慧寧形容本案以殺害警察 製造社會恐慌、顛覆政府為目標 比葉繼歡慰財犯案更加嚴重 其中主佬吳志雄為了滿足政治目的 顛覆香港政府而招兵買馬 更加特意在炸彈加入金屬釘以增加殺傷力 惡毒心腸令人詐虧和震驚 他承認反恐條例下全謀反對定名標的之爆炸罪 和意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及彈藥 合共判囚二十三年十個月 至稱屠龍小雷的隊長王正強 法官就說他並非一時興起 即使未能夠成事 但惡毒程度並非不密可形容 而且涉案計劃不顧他人死活 向社會宣戰 考慮到他並非本案主佬 沒有處理過槍械及彈藥 主佬吳志雄也因為知道他會擔任重返證人 才轉體認罪 就著王正強承認的兩項控罪 合共判囚十三年六個月 同為控方證人擔任槍守的蘇偉軒 就被搜出持有手槍 以及被追捕的時候向警員開槍 考慮到他並沒有打中警員 全謀殺警等三罪共酬十二年 另一個控方證人彭君豪 計劃在案發當日負責把風及運送炸彈 法官就說他的跑腿角色重要 判囚十年 協助製造炸彈 曾經參與視窗的賴震邦 經過審訊之後裁定交替控罪成立 判囚十年十個月 管有槍械的陳玉龍就判囚九年 負責設計引爆裝置的蔡凱明 就判囚五年十個月 同案之前有六名被告 經審訊之後獲判無罪 至於另一個女被告中雪刑 就承認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 早前被判監七年四個月 無線電視記者不止喬報道 大區政府說 律政司會詳細研究判刑理由 考慮是否覆核刑期 根據審訊的證供 整個屠龍小隊案 涉及多人計劃在2019年 12月8日遊行期間殺警 先透過破壞銀行 引執法人員到場 然後引爆大小炸彈 並且附近部署槍手射殺警察 務求令到殺警罪大化的同時 示威者可以全民執槍 最終警方在計劃開展前 抓了多個人 並且在香港華人書院檢獲一批 用來犯案的炸虐 而槍手蘇慧軒同月在大埔街頭 被警察折查時反抗開槍被制服 14個被告7個人不認罪 當中一個人裁定罪成 連同剩下認罪的7個人 判囚5年多至23年多 警方國安處說 會考慮是否申請覆核個別罪行的刑期 據了解初步有研究 負責設計引爆莊子的被告 由蔡許明判囚5年多的理據 我們是方方面面去看的 因為判詞中每一個罪行都有說 我們不單單看某一個罪行 用喪心病狂來認用他們 我覺得是最適合不過的 看他的公辭、證據 其實都顯示得到 其實這群人、團夥是有能力 以及很積極去實踐這個行動 如果當時警方不是及時瓦解了 這一群人的話 以及這個計劃的時候 無可避免地 相信會有很多人會遭殃 被問到怎樣看 案中有近半被告獲賠審團裁定罪名不成立 他說現在已經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等 可以引用 應對類似的情況再出現 強調案件發生到現在近5年 但不少的情節仍然令人神經 在一個月之內 居然找到一支的步槍 三支的半自動手槍 有543發的子彈 原來這群人士 曾經在台灣接受軍訓 回到香港之後 試槍、製造土製炸彈 這一個的刑罰 已經是在我們反修例運動風波裏 最重的一個 我覺得是有相當的阻嚇作用的 特區政府發稿說 案件反映屬於極端恐怖血身的圖謀 任何人作恐怖主行為必定難逃發網 無線電視記者陳姦報導 港鐵說 由於青衣站附近有訊號設備故障 機場快線和東沖線的行車時間受影響 機場快線來往博覽館站以及香港站 以及東沖線來往東沖站以及香港站 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10至15分鐘 而香港站以及九龍站的 市區域辦登機服務截止時間 也將由起飛前的90分鐘 調整至飛機起飛前的120分鐘 另外油塘站附近也有訊號設備故障 將軍路線的行車時間受影響 由將軍路線北角站、來往寶林站 以及康城站的行車時間 預計需要額外3至5分鐘 事件局在中上環推出為期大約兩個月的 城中游道賞團 被市民探索區內特色、建築及歷史文化等等 費用全面 一條經修復的水亡石樓梯 是中環街市的標誌 街市在1939年落成 售賣生活必須品 到2003年因為日久失修而停運 事件局在2017年將它活化 2021年8月起重新開放 四一年的時候呢 要細聽當中的歷史故事 又怎少得這班地膽話當年呢 你說1939年的90萬就是這樣 道賞團之後沿著半山扶手電梯 到逢其他串連市區更新項目的景點 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的 史丹頓街88至90號 30間龍屋唐樓群 獲市建局原子保育 活化成社區客廳 我們透過AR就可以穿越到昔日的 30間舊城區 充飾著不同年代的唐樓氛圍 團友透過來到史丹頓街近一條樓梯 只要掃上二維碼就可以提得到 大約60個義務道賞員 都是55歲以上人士 在中上環出生和成長 或是住在新界或住在屯門 他們真的未必經常來這區 未必經常來這區 未必經常來這區中上環 這些那麼特別的地方 那麼特色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會有些道賞 帶到這些團友去參加者 是會給他們很多資訊 我們自己都會得著很多 會更加會更加到我們自己 對於這一區的形式 我們以前或是有少少遺留了 遺忘了的東西 我們經過這個道賞的活動 我們會豐富自己的知識 事件局說道賞活動對象為本地市民 希望讓他們探索 中上環的歷史文化和建築等等 我們事件局本身在中環這裡 是做了很多重建、活化、保育的項目 我們希望可以連繫我們不同的項目 今次道賞員他們說過的東西 我們都跟救助軍看有沒有一個 叫做地膽預錄 希望可以將他們說的東西 可以輯錄成書 亦都可以交給理髮局 或者其他相關的團體 道賞團上個星期六已經開始 逢二、四、六舉行 舉行至春年一月 一共提供大約四十多團 大約五百個市民免費參加 無線電視記者鵬永熙報道 又到中華略映時間 不見東西相信大家都有經驗 廣州鐵路和八雲機場 亦都經常接收大量乘客的失物 最多人不見的是什麼? 一起看看 這裡是廣州南站 生物招領處 乘客留下的東西 淋淋種種 有袋、有監 身份證明文件等等 不過最多人不見的是這件事 列車窗台以及列車座椅的前兜 那邊會丟失的比較多 廣州南站今年以來 一共撿到超過四千五百部手機 但有過千部還未找到室主 廣州白雲機場 亦都撿到不少乘客的失物 今年以來最多的是衣物、水樽和證件 已經超過三萬六千件 萬一在機場不見了東西 乘客可以微信搜索 用這裡的失物招領管理系統查一查 如果被人撿了就可以物歸原主了 無線電視記者黃詠琪報導 學北保定市級非為項目 高洋土布草木染技藝 是利用天然植物的顏色作染料製作藝術品 一起看看 草木染又稱為植物染 是由花草樹木的根、徑、葉當中 提取色素作染料 它有十幾道工序 包含了採集、去取、過濾、浸泡布 反覆地去染色 然後再去亮晒 染色的工藝又分了多種 它有深夜染、還原染色、熱煮染、還有冷染 以及比較好看的一個濕染染色 不過有些顏色的提取難度都幾大 在書上記載環米染色 它可以染出黃色 也能染出好看的草綠色 足足用了兩三個月的時間 最後我通過一次的摸索 把環米草熟了 年歲之後再加粗染、加美染 才能染出好看的黃綠色出來 要找到顏色好看的植物都不容易 有一種叫海州長山的植物 它染的顏色非常好看 最後開車往返了五百來公里 在那個泰坑上深處找到了這種植物 我們還打造了一個草綠染文化園 有遼蘭、松蘭、樹維草、紅花、板蘭根、海州長山 一百多種植物 在合適的季節 我們採集這些染材來染色 染出的面料就非常的亮麗 他說一些農產品廢器物都能夠作染材 現時他還入校園開展延學等傳承 由製作手袋、服飾等產品宣揚技藝 無線電視記者廖淑儀報導 這次中華略影報導員 各位早晨 美股昨晚都要跌 港股連跌五日之後 今早再靠穩 逐步來說 為何昨晚美股走勢先升後回 大家看實昨晚公佈的通脹數據 簡單的總結就是看完數據之後 覺得通脹壓力未消除 即是看回12月份 即是下個月的時候 美國究竟會否減息 最新的估計是低於五成機會再減息 為何會這樣 看數據就是上游物價的PPI 出來按年升了2.4% 上游物價的升幅高於預期 亦稍為加快了 既然通脹升溫 當然是難了減息 所以昨晚美股三大指數 都是下跌的 其中導致跌超過200點 跌幅0.4% 當然都是高位整固 標普500指數和納治 齊齊都跌0.6% 當然我們港股有自己的節奏 人家在高位整固 我們就慘了 即是有幾天前 五天前 兩萬一的水平 昨天最低達到19,300 總之下跌了一千五點的跌幅 根據ADR估計 今早上能夠高開18點 出來好少少 高開67點 高開的價格是19,503點 最新略為升多了 升97點 19,531 其實我們內地的情況要留意什麼呢 今天有一個重要 就是內地所謂三頭馬車的數據 轉過頭就會公佈 要看看零售、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數據 是不是好像市場預期一樣 即是覺得在九月尾的時候 國家出了一些政策 應該在十月份 數據就略為浮現到政策的效力 看看數據是否會有改善 目前恒生指數 看看剛剛立下眼曾經是升過百點 但暫時都在19,500水平 昨天最低的時候 去到19,392才存定 我們提過 穿了19,700的支持位之後 就是看19,300 是黃金比率的支持位 暫時都頂得住 樓上就是五十天線 近日成為阻力了 五十天線是19,800的水平 目前成交去到76億多 看看期貨走勢 11月份升112點 去到19,555 和現貨差不多 成交去到6,200多張 內地股市緊要 昨天我們為何最後都要跌多了 因為內地股市跌勢轉急 今早早見到上證、深證略為回穩 但不是升很多 上證升1點 深證指數升5點 昨天兩個指數都是略為跌穿10天線 但當然只跌穿10天線少少 內地股市還是比港股為強 看看匯約港股情況 今早ATM能夠高開 特別美團高開到1% 其實很多異動股 再慢慢說 騰訊先 排第一位股價升4毫子 日前公佈業績 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小米升4毫子 升幅超過1% 美團微升1毫子 升幅小了 比開市 妄議就是他了 雖然業績 說真的 昨天公佈那些新經濟股的業績 其實比市場預期差 但大行說他有亮點 遊戲業務OK 股價升1.1% 阿里巴巴升1毫子 88.05元 阿里很弱 去到9月下旬以來的低位 簡單來說 低位是稍微回穩的 平安好醫生很少見他上榜 為甚麼呢 因為派9個多特別股息 股價應升急升11% 郭泰今早上都異動 郭泰創了52週高 集團宣布回購一批債券 股價大升 友邦跌1毫子 都是偏遠 BillyBilly明明業績好過預期 但股價反高潮 跌了11% 昨晚外圍也跌了 京東也是 京東業績好過預期 但股價又是要跌 跌幅超過百分之百 看看恒生科技 早上再說 最新是微升20點 數據那裏 和大家說多一點 BillyBilly B站9626 明明業績好過預期 如何好法 第三季的虧損收窄 不到8千萬人民幣 核心盈利 即是經調整的淨利潤 有2.3億人民幣 去年同期還虧錢 集團亦宣布有回購計劃 但不理會 估計中間的144.1 有11% 網易第三季 業績倒退1.6 經調整盈利減少1.3 但提到大行賺 最新股價升1成 騰訊有摩根大通評論 覺得短期盈利前景變動不大 但看好廣告收入 不過股價先升後回 最新股價稍為偏遠 出口股要留意 因為高盛發表一份報告 大家都關心這個話題 就是美國接下來 會對中國增多少關稅 高盛的基本情景 就覺得會對中國的進口貨品 實際的加增是兩成的關稅 但都對中國出口估計有影響 如果在剛才估計的情況下 出口會由今年年度的雙位數增長 明年變為沒有增長 當中出口去美國更加要減少 經濟受影響 高盛預計 中國明年經濟增長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只會增長4.5% 比今年的預測增長率4.9% 會低0.4% 出口股個別發展 我們看看保險類股份 最新股價 暫時升跌幅度不太大 有升有跌 李昂參與了一個深圳市場會議 聽了一些保險公司說 看看原來平保和泰保兩隻 是最受歡迎的保險公司 當然李昂自己有判斷 認為內險公司 正向逐步有正面的變化 特別是利潤率的趨勢 和債券收益率方面都是利好的 看好財險、平保和中國泰保三隻 我們再簡單看黃金概念股 為何要看? 昨天美金很強 其實大家要留意 美金強人民幣弱 亦是部分解釋了為何港股要跌幾天的原因 美金強另一端受影響是金價 美金強通常金價售壓 現貨金曾經跌超過百分之一 去到九月以來低位 去到二千五百三十多元的美金 二千五百多 北今朝早見到黃金股 又不是全部是差 只有招金暫時是稍為偏遠 中國黃金國際公布業績 第三季轉規為盈 賺錢 股價大升超過百分之八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午再見 回到本港 港鐵說 由於青衣站附近有信號設備故障 機場快線和東沖線的行車時間受影響 機場快線來往博覽館站和香港站 東沖線來往東沖站和香港站 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10至15分鐘 而香港站和九龍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 接著時間由起飛前的90分鐘 調整至起飛前的120分鐘 另外油塘站附近也有信號設備故障 將軍澳線行車時間受影響 由將軍澳線北角站來往保林站和康城站的行車時間 預計需要額外3至5分鐘 勞工及福利局推算 本港的勞動力求過於工 預計到2028年欠缺18萬人 會繼續適度引入外來人才和勞工 新冠疫情後復常人力需求增加 不同行業都出現人力短缺 政府公布2023年人力推算報告 去年勞動人口有350萬 但整體需求達355萬 欠缺5萬人 當中以經理、主管和專業人員 以及服務從業人員短缺最嚴重 預計空缺情況會惡化 到2028年人力需求增加到375萬 但供應只是輕微多1萬人 供求差距擴大到18萬人 以熟練技術人員面臨較大壓力 例如屋宇和機電維修技工 升降機、飛機維修員等 政府說人口老化也是勞動市場一大挑戰 中長期看始終短缺大 而且老化問題相當嚴重 所以的確需要通過引入外來年輕人 來填補空缺 所以我們說計劃只是歡迎35歲以下的合資格 沒有大學學位的技術專業技工 但你見到數字 我們一定體驗了本地優先 政府未來三年會透過一般就業政策 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設一萬個配額給指定技術工種專才來香港 以產業方面劃分 建造業去年欠一萬五千人 政府推算到2028年空缺增加三萬多人 創貨和航運行業分別短缺一萬八千人至二萬三千人 政府說會加強載職培訓和支援 無線電視記者鄧傑認不得 一個內地進口的番薯樣本 和一個菲律賓進口的蟹樣本 分別驗出圓和格含量超標 食安中心抽取相關的樣本檢測 驗出番薯樣本的圓含量是百萬分之0.5 超出法例上限的百萬分之0.1 蟹樣本的格含量是百萬分之2.93 超出法例上限的百萬分之2 中心說長期過量有食物攝入源可以引致貧血、神經系統和腎臟受損 而長期攝入過量的格就會影響腎功能 要求進口箱、停售和下架相關的食品 珠海開車撞人事件 公安部和廣東省政府下令要迅速查明真相 北京市衛強調要確保首都安全 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星期四到珠海督道日前棄青藏人事故的調查和處置工作 首先到醫院探望傷者說對事件心感痛心 一定會依法嚴懲兇兇手還大家公道還社會安定 他之後到珠海航展展區了解現場安全措施和治安工作情況 他說行展人流密集全社會廣泛關注 要確保各類活動安全順利舉辦 黃坤明又對珠海當局做好處置調查工作提出明確要求 包括要以對中共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 進行處置調查各項工作 設置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 全力以赴救治傷者 最大限度減少因傷致死致殘 要集中力量推動案件徵辦 盡快查明案件真相 依法嚴懲兇兇手 及時回應社會關切 嚴厲打擊懲治惡性刑事犯罪 確保社會安定、人民安寧 公安部在北京召開會議 也強調要迅速查明案件 全面收集好、固定好證據 北京也要求加強治安管控 北京市委強調要全力確保首都安全穩定 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做好大型活動安全防範 維持社會免良好秩序 一個62歲男人星期一晚開車 衝入珠海時向州區體育中心 撞低多個人 至少35人死亡、40多人傷 官方定性為重大惡性事件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平報導 內地預計明年大專院校畢業生的人數再創新高 教育部發布通知 要求校方有多方面促進畢業生就業和創業 嚴格落實校園招聘 禁止指定認證者就讀重點名校等內容 內地大專院校畢業生過去十幾年來持續攀升 教育部預計明年將達到1222萬人 比今屆多43萬人令到就業市場更添壓力 教育部日前發布通知要求各地要視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為民生投等大事 針對部分企業優先聘請知名大學的畢業生 教育部就要求校園招聘活動落實三嚴禁要求 禁止法部含有重點名校字樣 違反國家規定的歧視性條款 虛假和欺詐等非法招聘資訊等等 另外大專院校要定期調查畢業生就業市場需求 引導改善人才資源配置 主動佈局身興學科 同時實行紅黃牌提示制度 即是根據就業率、私生比等數據 調整不符合現時社會需要的學科 學校亦都要配合政府部門激發企業 吸納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的積極性 同企業、產業園區等建立長期就業合作關係 地方政府亦都可以開發更多職位 鼓勵學生去到基層就業 校方亦都要鼓勵學生 主動投身去新疆、西藏等地就業 或者引導他們在低空經濟、創意經濟等重點領域就業 另一方面將資金、場地等資源 向打算創業的畢業生傾斜 發揮創業、帶動就業的作用 無線電視機長陳雪怡報道 休息一會 回到另一節新聞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